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呀 嗓子肿了 公鸡啊 这几天扯着嗓子喊了吧 其实是昨天我和乌鸦比赛 看谁的嗓门大 哦 原来如此 所以才说不出话来了呀 安东医生拿来了用森林里的药草制成的树口水 哦 请问能帮我看一下吗 这次进来的是老虎 哪里不舒服啊 早上开始肚子疼 还发烧了 哎呀呀 烧得很厉害呢 老虎啊 是不是睡觉着凉了 哦 真像您说的那样 昨天晚上我在外面趴着等猎物 露着肚皮睡到大天亮 原来如此 所以就发烧了呀 那就打一针吧 啊 打 打 打针 哦 太可怕了 老虎很害怕打针 没事儿的 不疼哦 公鸡竖完口 咯 咯 咯 嗓音变得清亮极了 哈哈 这下就能叫醒大家了 公鸡唱着歌回去了 请多保重 安东医生微笑着说 一眨眼功夫真就打完了 诶 已经打完了吗 还真不疼啊 嗯 烧很快就能退了 医生 我害怕打针的事儿 请帮我保密啊 老虎不好意思地回去了 嗯 请多保重 安东医生微笑着说 这回进来的是鳄鱼 哪里不舒服啊 哎呀呀 下巴脱臼了 鳄鱼啊 是不是打哈气 打得太大了 鳄鱼没办法说话 安东医生想把鳄鱼的下巴合上 哎哟 哎哟 怎么合不上呢 对了 有办法了 安东医生拿来一根细长的绳子 轻轻地伸到鳄鱼的鼻孔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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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咔 鳄鱼打了个大喷嚏 下巴就合上了 哈哈 治好了 嘿嘿嘿 其实我是学河马 打了个大哈啪 下巴就掉了 鳄鱼手舞足蹈地回去了 请多保重 安东医生微笑着说 动物们一个接一个来看病 医生 我的腰疼 医生 我的腿总觉得累 医生 我的头咬 医生 我的鼻子解不开了 医生 我的屁有点臭臭的 安东医生 真是太忙了 后来 一只山羊走进来 哪里不舒服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总是没精神 山羊 山羊难过地说 安东医生用听诊器给山羊检查了一下 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 其实 我最好的朋友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好寂寞呀 哦 原来如此 所以才打不起精神来呀 山羊开始回忆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 安东医生一直一直很耐心地听着 就在这时 光灯 安东医生突然摔倒在地上 哦 不好了 不好了 医生他 动物们听到山羊的叫声纷纷跑了过来 医生 你怎么了 啊 突然眼前一黑 梨子把听诊器拿起来 放在安东医生的肚子上 听了听 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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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 声音真大呀 医生 您今天还没吃饭吧 哦 是啊 从早上就开始忙 什么都没吃呢 没吃 原来如此 所以才晕倒了呀 动物们把从森林里采摘的蔬菜和水果 都搬到医院里来了 鳄鱼 老虎和公鸡 听到这个消息也赶来了 我们大家一起做饭给医生吃吧 山羊说 好啊 好啊 就这么办 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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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做好了 动物们炖了一大锅营养丰富的农菜汤 我开吃了 安东医生吃得饱饱的 又有精神了 安东医生 一直以来非常感谢 请多保重 森林里的动物们